我在芝加哥的机场 在飞往温格华的飞机上 行程五个小时 一下飞机我们就租了一个车 直接往市中心奔去 因为我们的旅馆就坐了在市中心 在海的边上 这次去温格华对我们老两口来说是第一次 这次是他们请客 请我们去玩 那是为了感谢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对他的帮助 开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车 到了我们住的旅馆叫Fairmont Pacific Rim 这个是它外面的 装饰得很漂亮 我们走进旅馆大厅 大厅也装饰得很漂亮 这个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坐落在海的边上 我们老两口住的房间是这个 外面带一个厅堂的 那里面有个大的King Size的床 有两个厕所 就是一个这样的设施 非常干净 真是不亏五星级的 里面的设施也很全 什么都是现代化的 自动化的 房间里面所有的窗帘 还有灯的亮度 都是在墙上的按钮控制的 房间里面摆设的植物 都是真的 从窗子外面看到的是海景 海的对面也是温哥华的一部分 到达温哥华的第一天晚上 因为有点时差 所以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 去叫一个Riley的餐馆吃饭 这是老公 订的牛排 非常棒 我吃的是海鲜pasta 味道也非常不错 就这两样花了140多块钱 那么折合美金的话才106块钱 挺划算的 在这里的第一天早上 有一个海鸥居然来拜访了 这是在女儿她们的房间拍的 她们的房间外面有一个阳台 这是从街的另外一面 造旅馆的进出口 确实是很漂亮 这个旅馆坐落在海边上 我们到海边上就是跨过一条街就到了 那贵不贵 一个这样的五星级饭店 在一个这样的location 一定是非常贵的 我问女儿多少钱 她说你不要问 你也不要想 这是早上 我们老两口带着外孙和外孙女 在外面散步 水上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是这个地方的一大景观 小外孙和小外孙女非常感兴趣 天天都在这来看飞机 看到吗 是很美丽 坐一趟这个飞机 大概要两到三百美金一个人半个小时 其实我是不敢做 要是敢做的话 我愿意花这个钱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温哥华港 就是邮轮到这里来停歇的地方 每一天我们都看到邮轮进出 那么远处有集装箱的地方 那是货运部分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都有大船进来 这个是开进来了 这个港口是起点和终点站 就是去cruise的人都在这里登船和下船 看到吧 后面还有一艘 经常是这样的场景 这个是码头对面的街景 蛮漂亮的 这栋豪华的建筑叫Canada Place 是一个很著名的convention center 这是靠近码头的地方 看到吧 这边就是停靠 邮轮的码头 第二天的晚餐 我们一大家来到一个美国餐厅 我们吃饭 甜菜沙拉 西红柿沙拉 油炸茄子 大肉丸 煎小包菜 鸡翅 三文鱼 还有一条烤鱼 这个是美式的五花肉 挺不错的 小孩吃pizza 早上我们带着两个小孩 来到海边来散步 上完步以后 我们就准备去水族馆 我们来到了水族馆 水族馆门票珍贵 一个大人 54块 加元 水族馆里面的内容很丰富 我给大家看一个几个片段 看水族馆表演 在水族馆吃了一顿快餐 我们下午出来以后 我就沿着这个海岸线走 觉得这个地方真是很美丽 虽然我们的hotel就在对面 但是要跨过这个 要走一大圈 晚上我们到一家日本餐馆吃饭 这种日本餐馆在美国也有很多 就是那个厨师要给我们表演 当我们的面操作的面 对小朋友来说 这个有点可怕哟 每个人都点的自己爱吃的 我点的是照烧肉和虾 感觉就是量比较小 价钱相对贵一些 第三天一大早 我们趁车前往一个山脚下 搭乘缆车上Groos Mountain 在这个离温哥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我去玩 下面的这一段 是我一路上坐着车子里面照的 看看他们的街景 他们的房子 这片区是离开了市中心的区 那个房子明显比较挤 虽然不在市中心 也是寸土寸金 那这个看来 房子外面的地方很小 就是每个家里没有院子的 那车户也很小 有的就把车直接放在外面 我估计到冬天也不会很冷 这个地方 气候应该蛮好 到了三脚下 我们坐缆车上去 那个缆车 一个一下可以挤好多人 我挤到正中间 没有办法拍照 所以就没拍 乱车到了山顶 看到的是两个棕熊 这个是Lambo Jack Show 这是最惊险的一幕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竿子有60米高 这个Show非常惊险 中午的午餐 就在这三顶上的餐馆里面 吃了一个鸡的sandwich The lady wanted chicken sandwich and that's the last two because we don't have a food 嗯 You want to try some of grandma grandma's 她要不要我吃的 要吃的 你可以先吃 You want to try some of grandma grandma's sandwich is it the same as daddy's 嗯 从山顶的餐厅往下看 真是一片非常美丽的景色 吃完了中饭 我们下面看的是鸟秀 Birds show 他们训练了好几种山里面的鸟 非常的漂亮 给大家看几个片段 我最喜欢的鸟 就是这只猫头鹰 我原来就喜欢猫头鹰的 就在我身边 我认为猫头鹰是颜值最高的一种鸟类 非常美丽 我认为猫头鹰的鸟 我认为猫头鹰的鸟 玩得很累了 大家都不愿意出到餐馆吃饭 所以在房间里面 order room service 第四天我们乘坐地铁 来到孩子的museum children's science museum 里面非常大非常好 可惜我们都玩得非常的疲劳 玩完了以后 我们在一个没有名的小巷里面 找到这个小面馆 这是一个台湾面馆 评价非常的好 可是我们吃了以后 有一点失望 里面的东西贵不缩 而且那个面条没有我做的好吃 没想到的是这个面馆里面 居然没有什么空味 吃完了以后 跟老公两个人 跑到附近的gelatos 去买了一个ice cream 坐在街边上 边吃边享受着街道的风光 在温哥华玩了五天 我们要回来了 这是在温哥华的机场候机 再有五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回到芝加哥的家了 五星级的宾馆四号 但是没有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有点疲劳 总的来说这次旅行非常的顺利 虽然这个家我们还没住熟 就是还没有有很多的家的感觉 但是比五星级宾馆来 那是还是方便很多 还是自己的窝 是最幸福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